领主众生 受快乐 三世诸佛所恭扶 无忧终莫能得入 一切写简难怀疼 无伤无果与孤空 诸法思想不思义 法心法相奔空击 无处不莫不乃至 深深无伤大声音 真大慈悲心不虚 你是姻缘成不体 半个人闻过你 今天我们来学习 《圣深无上大圣意》 真大慈悲心不虚 我们请音音师姐来为我们示范妙音的动作 好 《圣深无上大圣意》 我们代表真理在心这里 往上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 好 那大圣意呢我们用手握拳打 转圈就是代表意的意思 大圣意 好 真大慈悲呢我们双手交叠 好 在心中怀着大慈悲 我们打信往上 代表对佛法坚信不疑 今天提到这个《圣深无上大圣意》 佛法呢有八万四千法门 也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这么这么的多 但是种种的方法都是应对众生的根基 众生的需求来提供 来解决众生的问题 但是呢如果要成佛 就一定要走上大圣菩萨道 真正的成佛之路 那这样子行入菩萨道中 就是在人群中去磨练去学习 真正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 也能够了解到众生的需求是什么 那这样才是佛法菩萨道上的这个精神 是啊 在人群中付出 真正能做到见苦知福再造福 才是最实在的 对 这样的慈悲心呢 在生命当中走入生命里面 这样的慈悲心 了解他人的苦难 是最实在的一个慈悲心 而且呢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于这样的佛法 才能生起最坚定的信心 所以这样坚定的慈悲 这样坚定的信心呢 带领着我们行入这个菩萨道中 所以才是真大慈悲信不信 我们聊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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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十分钟 我们聊天 혼的符